我姓丁超成,英文名字就是David Peterson 我本来是澳大利亚出生的 不过快十年以前来到马来西亚 我不是来马来西亚教权 我是来这里结婚 我太太是马来西亚人 那时候我已经在学校教了31年的中文 我那时候不太喜欢想做别的事 那时候我见到我的太太 觉得去马来西亚再开始一个新生活 我在澳大利亚 差不多1973年开始学校林权 过了一会儿我很想学永春权 因为那时候我们很多人知道 李小龙本来是永春权的功夫们 所以我们想跟李小龙一样好 所以我找到一个人永春功夫的 他是说他是在香港学的 所以我跟着他快十年了 才知道他的功夫不是真的 我是在他的武馆每天晚上是叫人 他什么一分钱都没给我 advertising都做给他 所以我有很多人跟我说 那个人他的功夫不是真的 如果你真想学永春权 一定要去香港找到永春亮 他是叶文最好的土地 1983年11月我去香港 开始跟永春龙学永春权 所以我跟着他差不多十五年了 不过他1997年他出世 如果你看过《夜问2》 你记得有黄晓明在楼上 他戴蓝色的毛子跟夜问打一下 那个character是叫王良 那就是王神良 那是我师父的故事 所以他的名字他的 nickname就是 江扫王 King of talking with the hands 因为李小龙看他的功夫 功夫那么好 所以要跟着他学习 所以真正的故事就是 夜问有个武馆 不过不是夜问是叫李小龙 是王神良是叫李小龙 每一次一个新电影出来的 有很多人来看看 不过过了两个月他们不到 因为他们都看到 哦不是跟电影那么容易 你要用力 你要用时间 你要练习很多 所以很多人想学 不过看有点困难不想学 现代的年轻人 太喜欢playing video games 如果你要他们做很辛苦的练习 他们不大喜欢 老的年轻的都可以学 男的女的也可以学 因为勇圈不是一个非常athletic 的martial art 是一个很intelligent martial art 是用physics 用mathematics 用structure geometry那样的丰富 科学武术就是每一个动作有一个缘故 怎么打 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这样练 为什么这个方法比另外方法好 没有wasted movement 所以我们有三个字 我们总是要看 simple direct efficient 所以如果我可以用一个动作打赢了 为什么用三个动作 我们的training practice 我们的想法就是打架 不是锻炼身体 不是meditation 不是参加competition 最重要的用法就是打 自己保护自己 在这边 机用 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